好 這樣的感染事件並不少見 其中被封為是超級細菌 也就是抗藥性那麼極強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堪證是加護病房的殺手 那麼細菌呢 很有可能就從外科傷口 或泌尿到感染各種地方趁虛而入 而最讓醫生非常頭痛的是 細菌呢 它只要經由血液跑到你各個器官 容易引發 包括像肺炎或腦膜炎 要是引起敗血症 死亡率更是可以衝高到五成到七成 天天都在汗死神拔河 醫院加護病房裡頭 最怕遇到超級細菌 實驗室培養名裡頭 這百百一點一點的 就是MRSA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也被稱為超級細菌 本來就虛弱病患 更經不起細菌的一級 恐怕造成致命危機 原來感染如果是得到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話 絕大部分都是有抗藥性的 那這個時候他們的死亡率就會比較高 皮膚又紅 臭腫甚至還有膿 皮膚感染人一開始容易以為是被蜘蛛釘的 如果是住院病人 細菌很可能從外殼傷口 泌尿到感染 肺炎 各種管線趁虛而入 更困難的是細菌經由 血液跑到其他地方 像是肺部引發肺炎 腦部引發腦膜炎 這都是致命感染 如果引起敗血症 菌血症 死亡率直線飆高 可能達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尿到感染或者直接變成敗血症 菌血症或者造成肺炎 甚至於是中速感染 那這裡面比較危險的就是 它很容易造成菌血症 感染MRCA風險較大 發過有開放性傷口 嚴重皮膚病 免疫系統比較虛弱 或是剛做完手術患者 超級細菌因為具有抗藥性 治療難度相對更高 不只影響病人 更是病房內醫護人員 最難迎擊的隱形敵人 記者凱黃玉婷 財富報導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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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